Hi, my name is Kaiwan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些small rig的小配件 然後我們就會把所有的配件全部裝到攝影機上面 讓攝影機更好使用 那更好使用是建立在我個人的使用習慣上面 那可能這些配件根本不符合你的使用需求 反正這些是模組化設計 所以你想要買跟我不一樣的東西也沒有關係 只要解決你的問題都OK 好,那我們就直接開箱囉 那第一個我們來分享的就是這個EB2698 簡單來說就是解決我們BMPCC電力的問題 那我已經使用BMPCC很久了 我也是一直用LP16開心的使用 沒電就換 其實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直到最近有需要拍攝一些長鏡頭的畫面 可能一個10到20分鐘然後一直走 然後不知道在幹嘛的長鏡頭 所以就會電力有點可怕 就你可能電力到6.7就開始緊張了 可能哇塞快要沒電了之類 那你就會怕怕的 所以我們就買這個NPF電池版 然後就是希望可以插一個大一點的電池 如果要拍攝長鏡頭的話 OK,那盒子裡面有一本說明書 然後這就是我們NPF電池版 那可能會有人問我說 你為什麼不用VGUA電池 因為我平常拍攝大部分就是手持 然後接下來就是上穩定器 什麼Steady Cam或者是柔能之類的 所以VGUA電池就不太可行 手持你拿一個VGUA電池你手直接斷掉 所以我在想說要不要買Easy Rig 但是還沒有買Easy Rig之前 當然是要越減輕重量越好 那上穩定器之後 你也沒有辦法加什麼VGUA電池 你整個穩定器就會變超重 那Steady Cam也盡量把我們的重量 就是要配平衡啊 所以你如果上面很重下面也要很重 反正就是相機減輕重量 目前比較符合我的使用需求 所以我們就買了一個NPF電池背板 而不是買VGUA電池 那這台攝影機差不多是20幾W左右 那一顆NPF電池就可以撐幾個小時了 而且是拍攝不間斷還蠻猛的啦 那你就不需要買一個VGUA背板 然後把一個超大的電池裝在上面 如果像是大台攝影機可能比較耗電 那你可能就會考慮VGUA 但是這台攝影機OK的 那盒子裡面還有一個六角扳手 兩個螺絲 一條DC轉BMPCC專用的兩PIN電源線 然後還有一個DC轉LP16甲電的電源線 就這樣好那我們就直接來裝到攝影機上面看看囉 那我們就成功把我們的電池艙門拆出來 然後把我們的假電池塞到我們的BMPCC裡面 然後我們的電池板直接發生第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接觸不是很好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我們的NPF插上去之後 我們的電池板只需要輕輕這樣碰一下 它就斷開連線了 所以我們的攝影機就是一下開一下關 一下開一下關 OK那我又試了幾款的NPF電池 那我發現有幾款電池可能有 下面的板子有公差嗎還是怎樣 就是沒有辦法完全正常的安裝到這個 NPF電池板上 所以後面的那個安全插銷就沒有正常的彈起來 它也沒有插到底 所以你只要稍微有點晃動 這顆電池就會斷開電源 就 我也不知道 這應該是電池的問題 那其他的電池也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就可以正常的安裝 然後我們就可以正常的供電 超棒 那至於另外一條BMPCC專用的這個12伏特的電源 因為它是吃12伏特的電源 那這個電池板是有一個12伏特 一個7.4伏特 那就是看你的配件需要怎麼樣的伏特數 來決定說你要用LP16或者是12伏特的電 好 差不多就這樣 那接下來我們來開箱三種不同的線夾 就是有的是單純把你的線 HDMI線跟Type-C的線夾起來而已 但有的是有一個轉接頭 反正我們就來開箱 有一個型號是 2700 一個型號是 2333 一個型號是 3271 OK 所以我現在才發現 3271 這一個HDMI90度的接頭 是給BMPCC 6K Pro用的 所以我根本就買錯了 所以這一個 不能使用是正確的 那我們來看一看 這一個是 2700 到底可不可以正常使用呢 那這個2700裡面有一個六角板索 還有一個HDMI跟Type-C 90度轉接頭 好 那我們遇到第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這一個配件 它這個螺絲鎖的地方 跟這一個small rig吐龍的 位置 那個孔位不太一樣 所以我的 HDMI是可以插進去的 但是我這個鎖 沒有辦法鎖到任何的一個 孔位上面 剛好它的孔位是在正中間 這個沒有辦法使用 這個small rig的半龍 可能有誤差嗎 或者是這一個小小轉接的有誤差 我也不知道 反正目前兩個轉接的是都失敗 都沒有辦法鎖到我們的兔龍上面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2333 所以裡面有一根六角板索也有我們的配件 那這個2333呢 比較像是在整理電線 而不是在保護你的HDMI 或者是Type-C接孔 它就是讓你的線可以避開你的 像是你在轉動的對焦啊 然後鏡頭啊 還有你的螢幕的部分 你就可以稍微 讓你的線走一個 靠近相機 然後貼合你相機的路線 然後到達你的螢幕啊 或者是跟焦設備 或者是其他的配件 那至少我們有找到一個2333 可以稍微整理一下你的電線啊 然後你的HDMI動 也可以稍微支撐一下那個HDMI電線的重量 那我不知道它到底有沒有支撐到 或者是保護到我們的HDMI 但是就先買個保險啊 至少不是HDMI壞掉 還要把它送回澳洲去維修 那下一個我們要來開箱這個配件是1955 它是一個機頂把手 那為什麼要買機頂把手呢 平常拍攝就是右手拿著握把 左手拿著鏡頭這樣子就可以拍攝 但是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的亞洲人有點太矮了 就我180公分 但我們的拍攝對象很少是180公分的 所以可能是170、160、150都有可能 那我們拍攝就需要把我們的鏡位放低一點點 就才會達到我想要的鏡位高度 那這樣子我的手就會呈現一個奇怪的狀態 就是要彎又不彎 然後要放下來又不放下來的一個尷尬角度的高度啦 所以我們就買了一個機頂把手 希望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想的就是如果很低很低 我們可以就直接抓著把手沒有問題 那如果在一個尷尬的高度 我們可以這樣子拿我們的把手 就應該可以減少一些奇怪的姿勢 而且可以讓相機更靠近我們的身體 就讓它更穩定之類的 第二個買把手的原因就是我有規劃想要買Easy Rig 就是手持支撐的工具 你可以自己上網去查查 反正就要有把手 我們才可以使用Easy Rig 就是一個先買再說的概念 我們就來開箱一下 OK這我們的1955機頂把手 那我們這裡有一個神奇的六角板手放的地方 這樣我們就不需要稍微需要調整手 我們就用刨灰攝影帶 然後去把那個六角板手拿出來 它直接就在把手上 這樣其實還蠻方便的 而且它有一個卡槽 看起來是蠻穩固的 不會莫名其妙出來 而且它有磁鐵啦 所以你這個六角板手 我根本拿不出來 有啦需要稍微有一點技巧 你可以把它拿出來 它回去就是磁鐵吸著 還蠻穩固的 那我買這一根把手 最大的原因就是它可以調整我們的平衡 就是因為我的鏡頭通常都還蠻重的 可能一公斤左右 所以相機機身其實沒有到很重 因為我就是要減輕重量嘛 所以鏡頭很重 就是頭重然後身體機身很輕的狀態 所以我們需要有可以調整平衡的把手 會比較自由吧 就像這樣子我們就可以輕鬆調整我們的機頂把手的平衡位置 那我們下面就直接有一個NATO NATO 小小的夾座 你就可以直接接到我們的兔龍上面 那剛好這個small rig兔龍上面有一個NATO軌道 我們就可以輕鬆的把我們的機頂把手裝上來 那我們左右就可以稍微調整一下我們機身中心的位置在哪裡 就是調整一個平衡 然後我們上面就可以隨心所欲調整 我們要躲出去躲後面 就隨心所欲調整啦超讚 那加了這個把手我們就可以輕鬆的把攝影機放在一個比肩膀還要低的一個角度 這樣子拍攝應該會輕鬆一些 然後我們的Easy rig也可以輕鬆的夾到這個管子上 那就希望我可以快速買到我們的Easy rig吧 那下一個要開箱的就是我們的2905 我們的螢幕機頂螢幕的小小可以旋轉的東西 那裡面有一根比較小的六角板手 還有我們的神奇的小小 這算雲台嗎? 那我平常接螢幕的話 我會使用這種球形雲台 那這樣子遇到幾個問題 就是第一球形雲台有點重 然後第二球形雲台的重心有點高 就是整個有點重 然後又讓重心更高 螢幕在更高的位置 所以呢我們整個相機會變得更晃 就是因為我們下面盡量減輕重量 那變成上面有點重 那我們重心就會稍微有點飄飄的 那第三個問題呢 就是這一個雲台需要兩隻手 你才能調整角度 鬆開然後調整角度再把它鎖起來 這樣子其實不太方便 因為我們在拍攝當下 手就是拿著相機嘛 那你拍到一半忽然想要調整角度 你要把整個相機放到桌子或者是地上 調整完角度再把它拿起來 那可能調整還不正確的話 你還要再去放下去 然後再調整一次 就會稍微有點麻煩 那這個Small Rig 2905 就完全解決剛剛那三個問題 第一個重量輕 第二個重心比較低 第三個調整角度輕鬆非常非常多 你看喔一隻手 就可以來調整角度 而且我們調整角度範圍可以上下 還可以這樣旋轉 超猛 而且一隻手可以輕鬆解決 這真的是超讚的 我應該要早一點買這個東西的 恩用這個用幾年的真的是 超麻煩 OK那我們的開箱就這樣完成了 那我們試著把我們的手把我們的螢幕 我們的線夾跟我們的電池板 全部裝到我們攝影機上面 看看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OK所以目前這個組合把我的問題 大部分都解決了 就是電量的問題啊 這個電池有點大 然後我們應該之後會再裝 可能550之類 或者是更小的電池 反正怎麼樣都比LP16還要大 那我們呢 線的整理 我就之後再整理 反正我們有這個工具 那之後再看怎麼整理 因為我們的HDMI線有點硬 有點粗 所以我們要留一點空間 讓它轉彎的地方 然後還有什麼 機頂把手很棒啊 就是下面矮的角度 還有超低角度都可以輕鬆拍攝 我們螢幕的部分也真的是超讚 就是可以這樣輕鬆的調整角度 想要怎麼調就怎麼調 真的是超讚 我們要超級仰角也可以 真的是超完美 那我剛剛偷偷加了一個麥克風上來 然後我就會直接發現就是 熱靴跟這個把手的位置有點太靠近 所以我抓把手的時候 我也會手碰到麥克風 那這個就是之後要解決的問題 反正今天就是Small Rig 然後組合一下的分享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 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攝影相關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